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 如果你正为出行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 那不妨先跟着我们的脚步 抱抱心情 一起去拥抱一个温暖热情的海岛 世界游节目组来到了印度洋上的明珠国度斯里兰卡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 斯里兰卡即将迎来他们的传统新年 世界游节目组特别邀请斯里兰卡驻华大使 科迪托尔顾先生 为大家介绍斯里兰卡丰富的旅游资源 与此同时我们的主持人王奇 也会按照大使先生的推荐 带大家深度体验这个美丽的国度 我非常愉快要给你介绍了我的国家 加上联系兰卡 加上联系兰卡 我正确实提醒了 它被知名为斯里兰 因为斯里兰卡被冠军的元制 在约的英国大使之年 法中约的元素 在那时代出了海岸 of course several foreign nations have given different names the name...the pearl of the indian ocean is given by a well-known indian poet travindranath thaghur who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but sri lanka as you mentioned is well-known for his beauty natural beauty 中文進出的 和普通人間的 其他人的 似的國家 都是人 祝福人 他們有其他人 最有不知名的 東北 國際上 胡瓜 英國 現在 世界上 越來越多 東北 東北 向全世界 斯里兰卡在森加罗宇中 一位乐土或光明富庶的土地 优美的海滨 神秘的古城 丰富的物产以及独特的文化 组成了五彩缤纷的斯里兰卡 往期的斯里兰卡多彩之旅 就从首都科伦坡开始 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呢 是如果你生活在这里 每天都要去的地方 但是又显得很神秘 因为来到这里之后 只有一堵墙 只有一个白颜色的门栏 没有任何的标识 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让我们一看究竟 其实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旅行 最重要的就是 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那生活来源于哪里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站 就是市场 比如说我最近就问了一下当地人 他们这里很多华人会来的一个市场 第三区市场 你看这一整层啊 都是卖水果的 然后上面还有卖海鲜的 以及中国超市 所以也算是应有尽有了 如果在这里生活的话 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当然一定要来 他们的水果都摆得真真奇奇 现在正好是山竹 还有这个榴莲的旺季 大概15块钱一斤 很好吃啊 还是热带的水果最甜 所以这边是一种最好的地方 有些地方享受的食物 特别我会想要提到 一种最值得的东西 你能吃海鸡 它是非常新鲜 因为沙鸡是最新鲜的 沙鸡 有些沙鸡 沙鸡是应该温度的沙鸡 海鸡是海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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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鸡是非常美味的 所以我建议所有的沙鸡 有了大使先生的推荐 王岐到达克伦坡的 第一个打卡点 就是品尝一下斯里兰 斯里兰卡地处印度洋之中 这片土地被誉为印度洋上的珍珠 被马可波罗称为最美丽的岛屿 从首都克伦坡出发 你可以选择一种既复古又时尚的出行方式 那就是火车 听了大使先生的描述 王岐迫不及待的 买上了一张票 赶快去体验梦幻的海边火车 这个是我刚刚买的票 从这一站到我们想要到达的目的地 一共大概20多分钟的时间 但是这张票大家可以猜一下一共多少钱 只需要折合人民币 四毛钱 因为在当地呢 这一台火车相当于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这些白领他们上下班的时候 可能都要乘坐这班火车 所以要劝告大家 如果想要体验火车的话 一定要挥避上下班的高峰时期 以及五一十一的黄金档 像我这样 人就不会很多了 还很划算 谢谢 说实话 当时看那个火车 营电叫我开来的时候 我在想 哇 这么古老的破旧的车 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 你知道吗 因为很久没有坐过了 很像是我们几十年前的这种大型的公交车 而且是连体的 然后就轰隆隆隆过来了 而且你们有发现 他们这里的火车的门都是不关上的 所以大家上来之后就很足远了 能坐的坐 能站的站 但全大多数都是当地人 因为他们上学啊 上班啊 都要坐这班火车 火车一开动 凉爽纯净的海风浮面而来 火车的隆隆声 混杂着海浪的花花声 充斥而盼 乘坐海边小火车 真是一种很独特的体验 其实人真的很多 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空旷 完全是一个欣赏风景的过程 当然了 当火车开出去 会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景致 因为到海边了 很漂亮 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距离 还很近的这一站 因为刚刚驶出来一分钟左右 我就可以看见碧蓝的大海 海风吹过来特别的凉爽 要知道这里的温度 常年都在30度以上 从首都克伦坡出发 搭乘海边小火车 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抵达斯里兰卡 著名的古镇 迦勒 斯里兰卡1239千米的海岸线上 一眼望去尽是白色的沙滩 狭长的沙滩在阳光的照耀下 金光闪烁 赋予了斯里兰卡 更多绵延的温柔气息 而从克伦坡出发 横跨斯里兰卡 在海岛的东北部 还有一个世界文明的观景地 平可玛里 现在呢是在印度洋上 其实很多人会来到斯里兰卡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有非常美丽的印度洋 而在印度洋当中呢 可以看到很多大货 所谓的大货呢 就比如说像鲸鱼啊 像海藤啊 海龟啊等等 这些庞大的海藤生物 在斯里兰卡 最容易看到鲸鱼的地方 有两个 分别是南海岸的美瑞沙 和东海岸的亭可玛里 亭可玛里被誉为 全球13个最佳观鲸鱼地点之一 你在一年四季当中 都有很高的几率 跟鲸鱼们相遇 观鲸最佳的时期 就是每年的3月份到6月份 这个时期会有不同的鲸类出目 而且很大几率都可以看到鲸鱼 比如说像我们去的3月份 那最多的就是蓝鲸 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鲸鱼 成年后可长达30多米 重量近200吨 这样的海上巨无霸 一般只会出现在水深超过1000米的海域 所以蓝鲸可不是轻易地看到的 而斯里兰卡却是个大陆架极窄的岛屿 行驶海岸线20多公里 就到了深海区 这样的便利条件 可以让你在离海岸很近的地方 看世界上最大的鲸鱼 所以我们想要看到近距离地 观察到这些海洋生物的话 我们必须要使用自由潜的方式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 我们穿着自由潜的小鼓 带着面镜 在这里我们刚刚已经看见 有一些鲸鱼会从这里拦进了最近 我们这里渡上来用吸气 到时候这艘船就会贴近它们 然后我们就会从船上跳下去 和它们共舞 当然这个时间会非常的短暂 也非常难以捕捉 看到我们的内心怎么样 在整个亭可马里 是拒绝用水费进行潜水关经的 因为水费会产生这种气泡 对这些鲸鱼它们的哺乳 换气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一定要注意如果要去关经的话 还是要再坐船 或者说是进行自由潜的方式 这样的方式对它们没有任何的伤害 第一天出海我们就看到了 而且场景让我至今难忘 当时我们是行驶了一个小时的船 到达了外海 一片蓝满满 天也是蓝的 海水也是蓝的 我们没有看到海上有任何的动静 但是船公就指向了一个方向 说 然后我们的船就急速地向那边开过去 突然间我们就看见远方有一个水柱喷起来 因为这就是代表蓝鲸浮到海面上 就已经换气了 它换气的时候 就喷出那种非常漂亮的水柱 那种水柱喷出来之后会变成水花洒 洒遍它的周围 而这个水花就会呈现出来 在光的照射之下呈现出来彩虹 你就会发现一个大的东西 你还没有看见它 但是它已经向你招手了 一个彩虹的形状 然后水花渐落 你就会看见一个 慢慢慢慢看见它的脊背露出来 一个深蓝色的脊背 灰深蓝色 这样这样这样 露出来 然后浅下去 又恢复平静 再过一会儿它又上来 然后又看见一个脊背 等我们离它已经很近 大概500米左右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了它的尾巴这样子 一个像扇形一样 像这个银杏叶一样的尾巴 就浮出了水 密一点一点一点 啪 打上来 哇 当时全船的人都在惊叫 啊 特别特别开心 觉得那一扇 银杏叶一样的银杏叶 这么多人 我们就念这个银杏叶 就是这个银杏叶 真的有很多人 我从来的买惊 都不在买了 因为你能够 就是这个银材叶 我就想起来 因为这个银杏叶 是这么多人 如果有些人 这很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脱离群体迷途或因战火负伤及患病的诱想 大象是地球上最庞大的陆生动物 从古至今它们就像陆地上的鲸鱼一样 凭借超长的记忆力不断地重复着独特的迁徙路线 网上观看本节目就在旅游网市 大王好马克吐温曾经这样赞美斯里兰卡 除了雪这里拥有一切 斯里兰卡除了拥有丰富的自然文化遗产 来到这里你还能感受到独特而迷人的文化氛围 我愿意介绍你介绍你介绍 我愿意介绍你介绍 Cigeria Cigeria Cigeria是一个很优优的 很优优独特的城市 我愿意不认为任何其他国人 能处理或认为 或认为 这种美国的城市 或城市 或城市 在首都克伦坡东北方向 约170公里的地方 有一座西吉利亚国 在首都克伦坡东北方向 约170公里的地方 有一座西吉利亚国 其中最著名的景点 就要属狮子岩了 这个被修筑在红刺岩石之上的 空中宫殿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历史遗迹如珍宝一般 存在于这个印度洋上的岛国 但是除了这些 斯里兰卡还真的有 宝石岛的美誉 因为这里也是世界上 五大宝石生产国之一 听了大使先生的推荐 王奇很快就锁定了下一个目的地 那就是宝石商店 这里可以说是每一个女孩的天堂 来到斯里兰卡有一样在手里 既充满着浪漫的情怀 又有着满满的情意 它就是蓝宝石 斯里兰卡西兰岛也被称为宝石之岛 在这里90%的土地都有可能孕育宝石 天然的蓝宝石 经过重新的设计与加工 成为了很多人喜爱的饰品 和收藏的珍品 例如我给你一个中间的 这个蓝宝石是由斯里兰卡 美丽的颜色 这是正宗的蓝颜色 特别好看 蓝宝石 蓝宝石饰品中最为经典的款式之一 就是戴飞款 由于戴安娜王妃曾经在多种场合佩戴过 因此这种优雅庄重的史车菊蓝宝石 被更多人熟知并喜爱 知道为什么要穿这一身蓝颜色的衣服吗 其实就是为了佩戴这一整套的 带飞款的蓝宝石 是不是还挺合适的 早在郑河下西洋时便多次造访了 这个救民西兰的岛国 如今在一带一路的倡导下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熟知斯里兰卡 黎巴嫩的雪松山 位于黎巴嫩东北的偏远山区 距离首都贝鲁特120公里 但是因为这个蜿蜒曲折的山路 所以开车至少需要两个小时 在圣经中雪松被称诵为植物之王 这种被誉为是上帝之术的提及率相当的高 有人统计过至少一百次以上 在今天雪松山 虽然我们看不到那些上帝亲手所摘的神术 但是据说可以看到以色列大魏王亲自摘下的十三棵古树 关于雪松的神话传说非常的久远 当地人告诉我 一个关于神和人之间为了争夺 雪松而开转的农入 大概说的是四千七百年前 人类的祖先打败了保护雪松的各路神灵 肖木 伐林 开墾农田 直到今天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 今天我们如果想看千年以上这个树林的雪松 只有到黎巴嫩这片深山老林了 既然说到了要找雪松啊 是这个黎巴嫩的国树 在整个的国旗 两道红中间有一个白的衬底 白的衬底底下呢 就是他们这个国树 而且要如果说 找雪松 为什么我们上这个地方来找 是因为在这个地方 还仅存着一些最古老的这个黎巴嫩的国树 虽然在现在能看到绿油油的 都是一些新植的植被啊 但是想一想 在很久的以前 雪松呢 可能是因为这地方比较偏远 没有伐木工人跑到这地方来砍树 或者是在这地方即使砍了 你也运不出去 造成不了这种利益啊 又偏远 成本高 所以就没有人砍树 这都是我自己的瞎想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这种猜想呢 不是没有道理的 黎巴嫩的雪松呢 不是因为今天保护起来了 这些古树以后才有名的 早在古代雪松 黎巴嫩的雪松就文明侠耳 比如古代埃及法老的太阳船 还有那个时候的奴隶主 这种贵族老爷们的棺材板 对了 古代埃及人还用黎巴嫩雪松的这个枝叶 来制作木乃伊 当然了 一说到雪松树木的这种作用啊 在古的时候 木材呢 是最重要的建筑材料 比如三千年前 以色列的所罗门王 在耶路撒冷建造了圣殿 当时他用的就是黎巴嫩的雪松啊 对了 当地人还自豪的告诉我说 说当初啊 修建空中花园的那位古巴比伦的皇帝啊 就大肆的炫耀我啊 说我盖的房子用的都是极品的雪松 那可都是从黎巴嫩雪松山上 用奴隶们的一双双肉掌砍下来的 算一下呢 这怎么也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事情啊 所以想一下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啊 这能砍的好砍的雪松啊 基本上都砍光了 只有在现在待的这个啊 鸡脚嘎篮的地方 还才能看到雪松 性难于难存活到今天 现在在这一片这个林区最 岁数最大的这个雪松呢 也有三千年五千年的这么一个岁数 当然没有人具体去去量那个 树的这个这个 这个量法真的是很残酷的 只有剧断了去数年轮啊 当地人告诉我说 其实不用挨个的去砍啊去锯啊去测树林 关于这里的雪松的数量和树林 黎巴嫩早有统计 而且可以说是举国上下富如绝之 这里一共有三百七十五颗雪松 有两颗是三千岁 有十颗是一千岁 在整个的公园当中 这颗底下的这颗分出很多的叉 大概有一二三四五六 六只叉的这么一个老树啊 老雪松 大概实际上的年龄已经超过三千岁了 大家估计 但是为什么这棵树 会长成这样 我说一般的树都是一个树干 它的树为什么会从根基上长出 并列长出这么多 他说早在那个菲尼基时代啊 菲尼基人 他们呢就是用这样的一种砍树的方式 从根部砍完了以后 让它长出一叉来 根部砍完了以后 长出一叉来 所以通过这种砍树的方式 也能感觉到这个菲尼基人 并不是说一下子啊 斩草出根的那种感觉 它也是让这树继续的繁衍生息 然后呢他们可以在这树上 再继续获得这个树干 其实在参观这一路上啊 都是在说这古树长啊 古树短啊 我就在想啊 就算是这古树都保护起来了 但是毕竟血树 它也是生命啊 也有这个生老病死啊 对不 所以我还是冒着这大不敬之嫌 就问了导游 这就没有死去的这种血松啊 木雕 根雕 咱都见过了 但是这是树雕 一个死去的这个血松 这一个法国的还是哪呢 这么一个艺术家 雕出了这么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一个树雕 其实这个树雕呢 我们看远处呢是耶稣受难啊 还有一个铁铁铁钉呢 从他的肋骨这个地方穿进去 后面能看到是有这个父女的一个背影 还有不同的人呢 在这上面呢 朝着不同的方向观望 大概的意思很简单 那边耶稣受难 但是老百姓呢可能还在左护右盘 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感觉就是像一个神 把他的孩子就是耶稣给送到人间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嘛 刚开始来之前呢就知道 血松呢是他们国家的一个象征 但是一直不知道 他们会把 会用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来把这个血松呢 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地位 因为在圣经当中呢 血松呢就被认为是一个上帝的上帝之术啊 代表着神的意志 记得在参观的时候呢 我的导游还跟我文艺了一把啊 给我念了一段啊 黎巴嫩最著名的这个诗人纪伯伦的诗啊 大概呢是这么几句 呃我就站在你的身边 像你一样的活着 我把眼睛闭上 审视着你的内心 转过脸去 发现我的身体 已与你同在 你的概念 本来是最功的 整身机 有关 pas 有关 梵